大家好,今天感谢大家在此观看本次讲演 我将向大家展示Face2Gin的一些细节 Face2Gin是一款用来帮助完成综合且精确的基因分析的表情应用软件 首先注册账号,点击注册,然后根据提示完成注册 在FDA我们会审核所有账户,注册完后您会立即获得大部分Face2Gin的使用权限 而后在我们激活您的账号后将获得剩余的使用权限 通过使用公司或官方邮箱地址将更容易使您通过验证 Face2Gin是仅限于医疗专业人士在对病人诊断分析时使用的 当我们无法验证用户是医疗专业人士使用会暂停该用户的使用权限 这是因为Face2Gin是使用医师们上传的数据去学习 并且完成更深度更准确的联系的深度学习数据库 一旦您创建好账号,前往www.Face2Gin.com,然后点击登录 第一个页面是医师可以用来搜索他们添加的病例的面板 我同时是两个小组的一分子 所以我可以看到除了我自己的病例以外的我同时上传的病例 创建病例,我只需要点击add new case 然后我可以添加关于这个病人的信息 我可以添加病人的姓名 其他信息,比如医院标识 或是我可以命名它为Tuesday Patient No.1,February 8,2018 我也可以选择病人的生日,以及其他信息 例如性别、种族等 之后我可以从本地存储添加照片 或者是从安卓和苹果移动系统上直接拍照添加 目前我们的算法对于照片上的面部特征识别是有效且稳定的 照片需要从正面拍摄,并且角度不能超过30度 如果可以的话,请摘下眼镜等其他配件 在FDA我们正在努力添加其他信息 例如视频、X光、MRI、文本表星等 您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这些添加到我们的产品中 尽管我们的算法会挑选最好的一张进行分析 您还是可以添加额外的照片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上传其他非图片词料 并且也可以添加照片的详情 我现在要添加一些测量值 添加身高、体重以及头尾 然后当我们的算法处理完这些数值 您就可以点击成长图来看 您也可以添加一下这些数值 一旦图片添加完成 算法会分析照片 算法会建立一个病人的数学描述 通过测算主要特征的距离和比例 例如鼻子、嘴巴、下巴、眼睛以及发际线 它会创建一个适合这位病人的去识别化的复杂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会与我们的数据库交互 然后会与其他我们已知的 患有该基因疾病的病人的方程式进行对比 没有可以暴露病人个人信息的数据 会被传输或是被存储在我们的系统里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face2gen.com底部 检查我们的数据存储条例以及隐私条例 Face2gen算法会推荐一个最佳匹配的疾病清单给您 完形表被填充因为我们已经添加了照片 而特征表并没有被填充因为我们还没有选择它们的特征 我马上会给您展示 我可以点击进入一个疾病卡 然后在我继续分析这位病人的同时复合额外的材料 我也可以点击热点图来了解这位病人的典型病人的相似性 这里我可以调阅这个疾病在伦敦医学数据库中的材料 典型特征区可以让我们迅速查阅相关的表情和笔记 无论它们是否在这个病人的记录里存在 请注意典型特征区不仅包括面部特征 例如语言表达迟缓等 医师可以添加于心脏缺陷 差异性行为以及其他表情信息相关的数据 我可以点击应用 算法将重新分析 根据刚添加的表情数据 现在你可以看到 完形表和特征表都已经被填充 这些疾病推荐已经根据刚添加的信息重新排序 Phystogen已被验证可以分析300种病的丸形 这意味着我们在这300个疾病的面部分析上有着丰富的数据 然而由于我们在联系表情输入上的努力 即使没有上传图片 我们的算法也可以处理7500种其他的情况 如果您没有病人的照片 您还是可以先点击这个修改表情来添加特征的 这里你可以添加任何不同的特征 然后我们的算法会将您将它们加入分析 每次你添加特征 算法都会重新分析 并且再次排续出建议的疾病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查阅 您可以标记这个病例为Differential 如果病人符合您的确诊标准 您也可以将病例标记为医师确诊 一旦基因检测结果反馈回来 您可以再将它标记为分子确诊 如果您已知某个疾病与您的病人并不相关 您可以选择忽略它 它还是可见的 只不过不会再出现在推荐的清单里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这位病人的表情分析 以下还有其他的功能想分享给您 您可以将病例分配给您的组员 您可以看到 我同时是两个小组的成员 我选择了我想分配的小组 然后当你完成病例分配 他们会收到一封邮件 告知他们的病例已经被分配给他们 邮件里会包含一个链接 他们只需要登录账户 通过这个链接就可以轻松看到病例 另外我可以创建一个病例报告 只需点击这里 它会创建一份PDF格式的文件 并发送给您 最后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个功能 通过点击发送表情到实验室按钮 您可以发送这个病例的表情信息 到指定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可以进行基因检测 其结果可以在之后的分析过程中使用 首先我会点击这个按钮 输入病人的姓名 然后我会选择测试的类别 这里有labels以及通用的类别 肥瑟基因系统并不是一个提交系统 但是我们希望标记它们 让实验室知道它们收到的病例表情 是将用来做什么检测的 一旦我们选择好类别 实验室区分是根据它们所接受的测试类型来划分的 如果您有任何额外的信息 例如样本编号或是登记数字 只需要填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点击提交 这些信息就会被传送到实验室 在列表里的这些实验室都是有相应的流程来接受这些信息的 我有必要重申 这不是一个提交订单的系统 所以通过我们提交表情的用户 还需要向相应的实验室提交一份申请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我们产品的问题 请联系我们 邮箱是success at fdna.com success是s-u-c-c-e-s-s at fdna.com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